知名女星杨子琼她最近演出了法国导演卢贝松的新片 在这部电影当中她饰演缅甸民主运动领袖翁山苏姬 可是现在就传出杨子琼搭机抵达仰光国际机场的时候 因为被缅甸政府列为黑名单遭驱逐出境 并且不准再入境缅甸 脚尖利落的身手闯荡影坛20多年 国际知名华语女星杨子琼这回摆脱女打载形象 在法国导演卢贝松指导的新片中 饰演缅甸民主斗士翁山苏姬 从最先流出的剧照中可以看到杨子琼销售惊人的模样 从发型体态到神韵都像极了翁山苏姬 对新作品侃侃而谈 不过这角色却让他被缅甸当局列入黑名单 杨子琼上个星期三抵达仰光机场后 就当场被驱逐出境 并不得再入境缅甸 现年65岁的翁山苏姬被视为是反抗缅甸军政权的象征 1991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过去21年来他遭居家软禁15年 直到去年11月才重破自由 为了诠释这个角色杨子琼也曾经拜访过翁山苏姬本人 不过却成为了缅甸不受欢迎的人物 这恐怕也是杨子琼始料未及的吧 专心不加紧不到